用不断的看手机来消磨所有的时光 这也是个方法 但不是好方法 这是不看更焦虑的第16集 写倾诉和焦虑的关系 那焦虑是什么呢 焦虑就是显性的忧郁 那忧郁是什么呢 忧郁就是隐性的焦虑 你有时候看得出来这个人 很伤心 哭哭啼啼的 到处找人诉苦抱怨 坐立难安 这就是显性的 那一个人坐在那边 无精打采 睾目死灰 心如止水 这是隐性的 所以焦虑跟忧郁 其实不太能够分得清楚 你只能够分显性的跟隐性的 显性素衣是我们大脑一种 神经传导物质 血液里面搓血也搓不到 头部的影像扫描也看不到 但是这个东西在调节我们大脑的活力 如果血清素太低 方医师以前的讲法就是 我们的情绪中书叫做性能盒 性能盒好像一个盒子 关了很多妖魔鬼怪 结果血清素这个守门员 没有雇门口 结果这个情绪中书里面的妖魔鬼怪 那些坏事情通通跑出来 产生焦虑 方医师会针对这个理论 今天会有更深刻的一个分享 那过低的功能产生的情绪状态 就是刚才提到的隐性的焦虑跟忧郁 还有过高的功能 整个大脑热起来的 产生显性的焦虑跟忧郁 都跟血清素有一点关系 我们大脑的演化 从生存脑 就像爬虫类动物一样 爬虫类动物的情绪脑不大 所以他们每天 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下去 那到了普鲁类动物 开始有情绪脑 所以他们把生存的这种趋吉避凶 这个能力开发到最大 一直到人类 人类算是林长类 人类林长类之后 产生信念脑 可是人类的信念脑 也就是大脑的皮层 并没有演化得很好 所以我们大脑一旦去想 上帝就会笑 我们常常乱七八糟 眉头眉尾的乱想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演化 应该是在情绪脑这个地方 卡在这个情绪脑这里 我们从生存感的危机 也就以前 吃不饱喝不饱的生存感危机 已经变化成了 我们这个存在感的危机 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 陷在情绪脑子中 产生各式各样的情绪问题 我们放大了趋吉避凶的概念 让我们深陷情绪的危机 但是我们人类不能向后 我们不能说我们要消灭情绪 我们要回到像小孩子无忧无虑 或者像一颗石头一样 都不会有情绪 有感觉 我们只能够向前 我们要用信念 来克服情绪的危机 用信念来领导我们自己 大脑它是两块脑 你把它拨开 大脑的内侧呢 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环 这个环呢 欢迎师把它叫做焦虑的环 那我们大脑呢 在休息的时候 也就是没有任务的时候 它唯一的娱乐 唯一的活动 就是启动这个焦虑的环 这个焦虑的环呢 如果针对它里面各个功能的综合 那你可以这样子讲 它主要在进行 我最近新的持续的危险的事情 你平常闲着没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脑袋就会出现 我最近新的持续的危险的事情 那一想可能想一两个小时 这就是情绪环的功能 它就是让你居安思危 但是你过度放大以后 就产生焦虑 忧郁的情绪毛病 事实上这个环的前端 也有一个快乐的中枢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只会反出焦虑 我们也会反出快乐 所以有时候你会去反出说 我最近新的快乐的事情 只是占的比例 有时候太少了 所以有时候你要故意 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 那如果要停掉这个脑人的情绪环呢 你有时候啊 你会把整个大脑的时间 全部占满 所以你看很多人 闲着没事的时候 是非常难过的 非常难受的 他必须赶快去看电视 赶快去追剧 赶快打开手机 赶快滑T-talk 他要占据所有的时间 让他没有一失意好的时间 空闲 产生焦虑 这也是一个 这个现代人用的 克服情绪的方法 那有一个更先进的 让大脑更进步的 也就是大脑有信念 你想要去执行这个信念 这个信念很伟大 占据你大部分的时间 你执行信念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可能浪费时间 在情绪的纠结上呢 所以焦虑是什么 焦虑啊 就是一种焦虑感 纯粹的感觉 卡在焦虑的环上面 走不出来 有时候过去的事情 让你觉得很痛苦 很创伤 但是过去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你创伤呢 你把它停留在 或故意把它掩盖成 模模糊糊的过去创伤 至于从现在到未来 你自己会发生什么 危险的事情呢 你隐隐约约感到 有危险的事情 但是你从来不肯 让这个危险的事情呢 变得具体 所以呢 过去创伤的模糊性 未来危险的模糊性 都被你刻意的保持着 这就是焦虑感的来源 你不晓得你在焦虑什么 但是你有很强的焦虑感 你宁可模模糊糊的 就是不肯具体 甚至有时候啊 你的前额叶还会加入 这个模糊的体系中 你会想象出更大的可能性 比如过去的创伤 你就会想到更多的阴谋论 未来的危险 你会想到更多可能性 所以不但没有减少这种模糊感 你还增加它的复杂性 方医师说啊 要抵抗这个焦虑感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过去的模糊 跟未来的模糊呢 用具体的图像 先让它成型 就好像报纸啊 以前报纸的头版啊 那都会有附一张照片 那你不要去看那些 密密麻麻的文字 你就看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足以说明一切 所以你要面对焦虑 克服焦虑的方法就是 把模糊的过去跟未来 具体的用一张图像 把它结案成型 那我们这个焦虑的环 会不断的发威 让我们产生各种各样 情绪的困扰 一方面是因为啊 我们真的太险了 我们没事做 没有生存的危机 整天显显的 然后大脑呢 自动自发 会进入这个焦虑的环 那有人已经找到方法了吗 用不断的看手机 来消磨所有的时光 这也是个方法 但不是好方法 那发威师鼓励大家 去执行信念 没有信念的脑 没有办法领导大脑往前进 它一直都在情绪脑里面 发扬光大 这个发威的情绪脑呢 它还会指导我们的身体 透过交感神经系统 自律神经系统 让我们变得身体的焦虑症状跑出来 比如胸闷心悸 肌肉僵硬 肠胃不舒服 而且呢 我们这个已经生病的 已经发威的情绪脑 它还会绑架我们的血清素 甚至多巴胺系统 让它失调 让它失调 所以到最后啊 比如说呢 它掉了很多血清素 让整个大脑被激活了 然后呢 维持这个焦虑感 你知道维持焦虑感 也是大脑要消耗能量的 所以它利用血清素 来维持大脑的一个焦虑的活力 那这个血清素不是无限供应的呢 结果呢 你过度使用 眼吃卯粮的使用血清素 最后血清素用完了 你就变得很虚 然后产生身心俱疲的症状 所以太高跟太低的血清素 是被这个情绪脑绑架 玩弄出来的 那血清素太低太高的失调啊 是结果 不是原因啊 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自杀 木炭跟绳子 是工具啊 不是自杀的原因啊 也不是自杀的凶手 那我们从这个 以前啊 以生存为主 到现在大脑呢 是以存在为主 我们太多的情绪脑呢 造成我们现在的人类的这个大脑呢 是处在一个 贪 撑 吃的状态 过去的人类的大脑呢 或者说动物的大脑 基本上是以生存为目的的啊 只要有一口饭吃 得以温饱 那整个大脑就算达标了啊 可是现在脑呢 已经不是在满足 有吃饱没吃饱了 是在满足一种存在感啊 那这个存在感呢 如果弄得太强啊 情绪脑弄得太强 就出现贪心的问题啊 这个容易生气的问题啊 痴迷的问题啊 所以情绪脑如果走得太强啊 就出现贪 撑 吃 本来情绪脑是辅助我们生存的一个能力 让我们放大趋吉避凶呢 只有趋吉太多变成贪啊 避凶太严重变成撑跟吃啊 所以这个不要固着在这个情绪上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那我们人类演化是要往前的呢 是没有办法再往后的呢 你没有办法说 我要消灭情绪 我现在心情很焦虑 很忧郁 我要消灭焦虑忧郁 不是你想要怎么样 消灭就可以消灭了 我们是要把这一股情绪脑的威力啊 能量啊 向前引导啊 就是我们要产生信念啊 我们要信念来领导我们现在大脑演化上的不足 那未来的大脑呢 可能是以信念为主的 情绪呢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用信念来指挥我们人类的行为 那血清素我们再讲回来 它就是一个从脑干 有一群细胞叫缝合 这一群细胞呢 分泌了这种这个调味料 叫做血清素 就好像一锅汤啊 需要加盐巴才会好喝呢 所以这锅汤一个重要的调味料呢 就是血清素啊 那这个血清素呢 太少呢 让我们大脑没有力气 它没有办法驱动大脑 太多呢 大脑太活跃 冰冰箱箱的 很不舒服 很躁动 所以太多跟太少呢 都会产生不舒服的状态 那我们的这个大脑呢 最舒服的状态呢 就是血清素要刚刚好 太低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情绪脑是毒大的 当我们血清素低的时候 我们大脑的皮层啊 是没有被驱动的 所以变成情绪毒大了 你有没有看到一种情况 就是啊 他一旦遇到烦的事情 那他就很脾气很暴躁 然后突然生气 突然产生暴力 这就是血清素太低的一种 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啊 那如果血清素太高呢 那大脑过度的激活 因为我们知道情绪脑呢 常常是毒大的 当你啊 很生气 在不高兴的时候 你大脑又很有能量 你可能会去骂人 打人 砸东西 很亢奋 所以血清素太高 也是添加柴火 比如说啊 有一种叫做 社交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是 血清素太高 还是太低呢 它是一种 血清素太高的状态 它等于说啊 他看到很多人的时候 他大脑就开始紧张了 这时候呢 分泌更多的血清素 然后制造更多的紧张 所以啊 我们不要说 血清素太低 产生忧郁焦虑 血清素太高啊 也会制造很多问题 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 今天大脑 不管是焦虑忧郁 恐慌 恐惧症 然后各式各样的情绪表现 都可能落在 血清素太低 或太高 甚至这两者 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那我们要怎么治疗呢 神经精神科的疾病 也就是进到我们大脑里面 都不是单一个方向的治疗 就像我们 跟我们内科疾病是不一样的 我们血压高呢 吃一个药来降血压 我们血糖高呢 我们吃一个药来降血糖 我们胆固醇高呢 吃一个药来挡住胆固醇的织造 它都是单向的 但是大脑的疾病啊 都没有那么简单 它常常是双向的 它有时候太高 有时候太低 所以治疗大脑的疾病啊 用的药啊 它一定要怎么治疗呢 它要双向拉 今天方向师提高一个 更深刻的一个讲法 我们吃的血清素提升的药 比如说 这个百忧解啊 千忧解啊 或者是 疑忧啊 力不能啊 各式各样所谓的 血清素回收抑制剂 那因为你把回收挡住了嘛 所以它在停留在大脑的时间会比较久 那血清素的浓度 那个量好像是增加了 那这样的血清素的量增加 那就可以治疗血清素不够的问题吗 的确是这样 但是很奇怪的 它也可以治疗血清素太高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提升了血清素之后 在大脑的作用 它一方面会去刺激大脑 另外一个机制也会抑制大脑 所以这一类型的药呢 你会发现 提高血清素之后 是把血清素 像一个东西一样是两边拉了 你就可以想象 好像有一条绳子 血清素的绳子 本来是松松的 结果呢 用了血清素的药物 把两头拉紧了 所以重点是 大脑的药物呢 常常都是要两头拉紧的 那这个部分算是很有学问 那方医师呢 一次也不要讲太多 下一个礼拜 我们再针对 血清素的药物 为什么会产生作用 为什么它同时可以治疗 血清素太低的 这个焦虑忧郁的问题 也可以治疗 血清素太高的 比如说社交恐惧症 这样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 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提升 台湾的医疗文化